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烤箱还能烤蛋糕吗 烤箱那么坏了 那就只能是光晒干了 不过又得耗费两天时间了 现在已经不臭了 给我修一下烤箱 简单 这让干后还得进行个烘焙过程 每个五分钟进行个翻面 不然就成这个德行了 去掉壳已经有浓浓的巧克力香了 终于扒完了 这种又是一个烤箱耐心的环节 食咒可比料理一定要模仃其多了 还需要捡个香草夹来提香 手工也就只能磨成这样了 离成功还差个隔水融化 我怕苦 得加糖 终于可以入模具了 十颗可可果就做出这么点 好在凝固脱模后的样子 还挺热人惊喜的 再拔个锡纸就可以储存起来了 我先尝尝 很浓香 去给儿子验货 儿子 尝尝你妈我做的巧克力 好吃 我做的也不能当饭吃啊你 很在 我也又讨气了 妈我要吃排骨 你过年收了多少钱红包 4600我要存起来 你存一年才几十块钱 你给我 我现在就能给你200 给 这话你不是要吃排骨吗 我去帮你买 还给你做两种吃法 这不给你买的排骨300呢 你转大了 看这排骨 整整齐其可可爱爱的 我怎么觉得哪里不对劲 你都五年纪了 可以自己算啊 我给这个排骨焯个水 先把这大块的捞出来备用 一些小块的 先藏冰箱 把大块的三面煎一下 但是不能煎太久 肉会了 微微金黄就行了 我得自制个腌肉的酱 洋葱怎么切才能不呛啊 切好的洋葱跟蒜打碎 儿子 帮我拿个碗 来了 烤排骨好不好吃 这个酱很关键 你怎么知道这些放多少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我烤的是一面 这些酱汁抹在排骨上 得抹均匀一点 腌的时间越长越入味 今天我给你做的 是我自创的秘诀 不会是黑暗料理吧 小看你妈是不是 我要吃那种拉丝的芝士 那我就把芝士片 换成马蒜里拉芝士呗 好了 结果好了 再烧一些蛋液和烤箱 预热烤箱200度 咱们等半个小时吧 喂 到哪儿了 哇 好鲜啊 多尝一点 烫完 吃了一种才好吃 嗯 真香 外面吃醉的包着里面的粥 还能拉四 这盆都给我 你怎么都拿走 这是排骨吗 这是我的利息 不是排骨两吃吗 那种呢 明天给你做 明天给你做 终于回忆了 这个石楼 哪里 高粱姨 不许吃链水 可是这个坑肉 她拿还能拉丝呀 要是谁只能撑我做的 你就等着分手打脸吗 不可能 打脸 怎么可能 那买的能给你用橙果汁吗 那就先来个橙子口味 来试试手 高粱姨 无非就是淀粉 糖 果汁 淀粉水 搅和匀 要马上停 不然 没事 接下来把橙汁煮沸 倒入淀粉水 不停地搅拌 是不是又搅过头了 又不再加点水 炸 这次都没粘稠的时候 就加麻牙糖 不停地搅拌 开始变粘稠了 诶 我觉得有细 高兴得太早 这么丑 看着都没食欲 幸亏还有一包红薯淀粉 这次试试不要熬到那么丑 用细砂糖替换麻牙糖 我的心情有点忐忑 诶 光滑的表面它出现了 为什么 要不用玉米淀粉试试 换个七一果汁 会不会出现奇迹啊 这次居然没成浅火 这好像是拉丝了 哇 凝固泡子吗 可以放生了 再来 又不再用土豆淀粉试试 看样子 浓稠度应该不会错了吧 纸Q弹不拉丝啊 我今天已经山穷水尽了 把家里的草莲都火火光了 现在它怎么办 认输呗 认输 不可能 诶 这是你买的芒果吗 你没卖 这不是你小的 拥有我手的小的 怎么那么大 这可以做芒果糯米饭啊 你是不是得一套个配方啊 不是做的不地道 这可是泰国地道的路边摊啊 这可是地道的芒果糯米饭 你尝尝 你看我就说吧 还是看我了吧 回家 为了做地道的芒果糯米饭 我特意买了泰国的糯米 泡三个小时先 这泰国的芒果 甜度还真的挺高 简单的切块 当然不是我风格 这么简单的摆一摆 就成高颜值的玫瑰花了 颜值是不是瞬间就有了 蒸饭之前 还有一个重点要处理一下 那必须得有香兰叶来替香啊 糯米泡的差不多了 就可以上锅蒸了 铺平 插上香兰叶 水开大概蒸个二十分钟 这个时间来调椰浆 也需要香兰叶 煮出来才会有地道的浓浓的椰香味 糯米饭蒸好了 哇 好香啊 蒸好的米饭尝到盆里 把刚才的椰浆倒三分之二进去 拌均匀 静置个十分钟 剩下的三分之一的小铁会浇质 来会浇饭用 最后把糯米饭盛到盆里 整个造型 扣盘子上 撒上花生碎 淋上浇汁 一份秒杀外面一切卖的 糯唧唧香腾腾的 芒果糯米饭 搞定 哇 这个口感真的 哇 绝了 哎 好了没有 好了没有啊 来来来 尝尝你帮我做的芒果糯米饭 哇 太好看了吧 老妈 我跟你说 还是你做的不做也好吃 所以我要给你买了一项榴莲 大多点是榴莲铁草 新学期 新季雅 每天六点东西床 成都 吃完早餐之后去学校 哎呦 都几点了 哎呦 来不及了 急了 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 快 你这么想吃 哎呦 妈 你也太老了 不是说说你六点东西床吗 我现在连早饭都来不及吃了 我现在连早饭都来不及吃了 这小子 你给我制定起床计划 不过这开学 早上时间确实紧 儿子的银干早餐 是得琢磨下 听说土豆对缓解疲劳 有很大帮助 所以小薯条也安排点 大早上呢 不可能太油腻 淋一点点油 烤空气炸锅就能搞定 这个可以多做点 待会儿我和他爸也可以吃 哇 十分钟的橙色还不错嘛 不油腻 早上吃正合适 再来一盘笑脸饼 不油炸我就可以 拨出时间去煎蛋了 煎完后再烧 正好这个也好了 这可爱的笑脸 看着就很阳光 再挤点番茄酱 我先尝一下 比炸的怎样 煎黄的颜值还是很可以啊 嗯 好吃啊 毫无差别嘛 不用早起 这份早餐也够丰盛了吧 儿子 明天下来吃早餐了 明天下来吃早餐了 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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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正好来吃早餐 嗯 哇塞 老妈 这么丰盛的爱心早餐 哎呦 哎呦 哎 你现在做的笑脸饼怎么这么好看 蘸点番茄酱 做的爱然后再烧 嗯 这才是小学生早餐应该有的样子 哇 说你这笑脸饼 做的还挺优秀 这种不简单 你明天再来吃吗 我还能给你做个裤子 出来 哈哈哈哈 给你 哪来的大米 加上送的 送的大米就米饭很保实 所以现在办法 其实大米能做的美食 简直不要太多 做大米也不单单只能做米饭 泡散的大米也打成米浆 能做很多好吃的 每次去港市餐厅 儿子必点肠粉 今天我也试试在家能不能做成 用米浆的汁来做肠粉 正好炸可以做年糕 一吉两得 没有肠粉盘就用披萨盘吧 刷层油 一勺米浆 盖盖蒸一分钟 再放点调好的肉馅 虾仁 葱花 反正喜欢啥馅就放啥馅 再来一分钟就熟了 切断零个烤肉酱汁 这不就跟茶餐厅的一样了吗 儿子的早餐又解锁一种新食物 刚才收的米浆渣可以派上用场了 抓成团松壳散 上锅蒸熟 传统做法是手搓到光滑 那我肯定要借助工具 丢进密包机里加点油 十分钟就搞定了 传统做法是手搓成粗圆条 我还是要借助工具的 擀成片用模具抠出形 省事又规则 多好 做多的可以冻冰箱 随吃随拿 我先调个年糕的料汁 一般配年糕的倒是甜辣酱 这种辣椒粉不太辣 儿子也爱吃 自己调的可一点都不比买的差 甜辣酱调好 先揭一拨尝尝 前阵子被刷屏的脆皮年糕 就是这样的吧 年糕就得趁热吃 趁脆的时候刷个酱 表皮脆脆的里面弄鸡鸡 真是爱死这个味道了 你们在等什么 等牛宝还是尴尬的小剧情 啥也没有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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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